逆一下弹上去 这份画很长 前面这种做法在例书里面其实是很常见 但是你不要每次都习惯这么做 其实书画家就是会有一个姿态 但是这个姿态中间它会稍微有点 每次都做一点不一样 不要看他这个很高兴的每次都这样写 那就会重复 宠物一看起来就觉得有降气 习气 这边的姜写的比较像新书的做法 一样包满的 有点弧度 横不平 竖不直 竖尾是有点斜斜的 逆上去横不平 零 这样 凝一个点好饱满 那就不要客气了 在邓诗禄的字里面那种饱满的笔画经常出现 绝对不要把它写瘦弱了 写瘦弱邓氏入的优点就不在了 密不透风 字有金石的味道 字非常紧密 密到不透风 然后又来一些对比 让它看起来又很舒朗舒可走马的效果 一定要做到 这边就是所谓的拉长的部分 那这里应该是有扭转 所以比右边稍微瘦一点 比又挤上去的效果 环环的话 这边主笔画写的 右边的结构笔画多 不过它写的蛮密的 反而错字盘还写的好大 不过还是 想办法写到密不透风 就是它的 美感的所在就是密不透风 密不透风 靠得很近 密不透风 然后上面这里就真的很大 你还能想象 可以把这几个点 这个松开 写这么大 然后这里又靠得很近 写得很重很重 然后就弹出去弹出去 弹出去下去 稍微松开 多 多多多 饱满的笔画 饱满 这里面 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写出摩擦的样子 其实有些书法家写到后面 他不会去追求太多的摩擦 因为太多摩擦会觉得燥 烦燥的燥 所以摩擦有时候适可而止 但是现代的书法家 大家很一味的喜欢追求那指笔的摩擦的效果 其实看起来有时候会觉得突兀了点 噪了点 脚 上面两个三宽的 然后挤出去的 那这个口当然还是要保持扁的 口不管在什么时候大部分都是偏扁 这里没有黏住 还留个缺口 那麻后面有点尖尖的 麻后面有点尖尖的 就是说 后面通常不要有折断的效果 可是也不用把它收得太完整 收得太完整 每次都一样 人家觉得这个收笔太过规矩了 所以立书的尾巴 其实要保持一种很自然笔结束的感觉 然后开始向左边敲上去 然后向右边 眼尾 然后这边又多一个敲上去 有时候它的尾巴写起来是放松的 像这个后面也是放松的 但是不要让它蓄掉 是松松的 但是不要让它看起来好像整个都蓄掉 飘起来 这样用笔会觉得太弱 好 好 好